美国传媒报导说 俄罗斯情报人员掌握了对当选总统川普不利的个人和财务情报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发推文说 有关俄罗斯掌握对他不利的情报是假新闻 亚富汗黑暴以两宗自尸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37人 委内瑞拉反对派指责政府支持者 阻碍他们在加拉加斯一家医院外 就医疗保健问题举行记者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说 接近有1400名儿童 在也门的战争当中死亡 评伦